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五下午的3点07分 今天加权指数收盘涨39点 今天好戏剧性 对不对 从开高到急杀到大涨 今天是12月1号 12月1号就演出这样的一个剧情 可见得12月份是充满着惊奇 同时12月份也是一个赚大钱的机会 你看澡盘撒下来 你如果甲路缺的 阿缺对的 哇 都会贪大钱啊 都会赚大钱啊 对不对 6278台表科今天也是大涨 台表科今天并没有被台北股市给影响 还是大气 打来你落去吗 马上就大气了 打下来赶紧就大涨了 所以重点还是在各股的身上 那今天台北股市为什么开高又杀低 然后尾盘又大涨 昨天晚上欧美股市不错 你看道琼继续创历史新高 331点 很恐怖啊 好恐怖啊 连续三天的飙涨 礼拜二起200几点 礼拜三又起100几点 昨天一度还大涨快到400点 你知道光是这个礼拜四天而已 道琼已经起800点了 道琼已经涨了快800点了 700多点 七百几点 竟然台北股市反而是逆势跌的 我觉得很可惜啊 昨天连科技股的部分都回神了 你看科技股的部分昨天 苹果涨了2.7 同时Intel涨了2% Tesla昨天涨了1.3 昨天科技股也回神了 台北股市今天竟然卖压那么的重 我来看一下亚洲股市的部分 昨天欧洲股市的部分 欧元区发布10月份的失业率8.8% 这个数字你们没概念 我这样形容好了 8.8%是2009年1月以来 2009年1月以来最低的数字 所以相当于是7年来最低的失业率 涨好不好 大概是相当好啊 好 今天亚洲股市被欧美股市给带动之后 南韩平盘 日本涨100点 香港目前在平盘 新加坡大涨0.6% 包含大陆股市的部分 目前也是呈现上涨 所以亚洲股市今天其实来说是不错的 是不错的啊 那台北股市今天为什么反而 开高急杀呢 因为被昨天外资的动作给吓到 昨天外资卖了136亿 连续三天卖了371亿 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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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成交量昨天2000多亿 2200亿 可是你要看清楚啊 外资昨天是在大换股 昨天是MSCI生肖 外资在大换股 昨天外资大买990亿 也大卖了1170亿 所以外资大买的股票 就是新的主流 外资卖出来的个股 那就是他在退场的个股 所以外资卖的你要避开 外资大买的 新主流诞生 所以不要去看表面的东西 你要看到实际深入的结构 今天打下来 外资大买股票你落下来 都会贪钱啊 都会赚钱啊 是不是 很多赚钱的机会嘛 那今天台北股市打下来之后 你看为什么又一路大涨上去 今天Q3的股票 很多人被大力光吓死掉了 因为股王大力光大跌 所以很多人跟着开始去卖股票 今天很多的落5% 6% 8% 都是什么 都是最近涨很高的股票 所以一直跟大家讲 涨高就不要再去追了嘛 有人就是撞不住 真的受不了 真的受不了 一直就想追高而已 都拼命在追高 你看今天大跌的股票 有没有看到 汉迅 浩欣 大亚 大亚是不是跟大家讲过 不要再追了 我们对6块多 7块开始说的 我们从6块多 7块钱一路涨上来的 涨到15块你还追干嘛呢 所以连续两天我跟大家讲 大亚不要再追了 不要再追了 已经过净值了 是不是跌停了 是不是跌停了 所以追高最后下场 你不会卖 那就很危险 你看包含齐鸿也是涨太高的 对不对 宣德也是 赚没几毛钱 贪没几个人 也只贪两个人而已 不到 两毛钱都不到 只有只赚一毛钱 贪一格 顾给人 你我六十几块去 都是这样的股票啊 对不对 都是这样的股票啊 都是你我最厉害的 农创 也是涨太高的啊 所以林德燕说的绝对不会错 买底部股就安全了 买底部股就安全了 买底部股票就安全了 你看六二七八台表科 像大气 我们的股票像大气 2929套地也大气 也是大涨 韩全之后也是大气啊 强胖初期每天讲的股票 都是林德燕精挑细选 要帮大家赚钱的标的 套地韩全涨更多 这刚开始哦 亮出来 这刚开始而已哦 后面还会再涨 对不对 二四零四 汉唐 这两天大盘的沙盘 汉唐同样继续去 要继续涨 昨天 站上了年线 今天继续创新高 所以对我做这种股票 对啊 大家不要再学买堆 你看这些转高的 华星科也倒了 对 昂宝 这个都是涨高的 我国具 那要在那里关掉 被动委员件 涨太高了嘛 所以我跟他讲过 涨高不要追 做底部的股票 你就安全 你就放心 好了 今天大盘跌到 跌65点的时候 我看那个状况不行 因为卖压一直出来 我也担心我的货源被影响 所以我在10点10分 发出一通讯号 告诉我委员 不要跟着去杀股票 我们的股票很赞 不要去买台 把市场余额清掉之后 有利于大盘的回升 目前亚洲股市很强 我讯号一出去完之后 大盘开始一路上来 一度变成大涨105点 今天是政府在护盘 从大力光 从台积电下去 因为台积电占大盘19%的比重 台积电你没得到挡起来 基础倒不住 可是光是拉台积电没有用 这次护盘是很成功 进行超盘手 互互 护盘每次都外资 卖什么股票 接什么股票 人家外资在走过去 让他能够安全下庄 这次比较聪明 这次是去拉 金融股 这边去挠金融股 这是今天政府护盘 去挠金融股 你看 金晨银 旺旺宝 中寿 富邦金 国泰金 挠这就对了 这有个大支 这有帮助 所以政府这次护盘是成功的 把盘救上来 今天其实很重要的 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今天最低点来到一万零五百点 一万零 这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说很重要 你看 从去年总统选举完后 从去年总统选举完后 这条半年线就一直没有再破过了 中间有七度都守半年线 所以可见的半年线是 整个多头最后的防线 不可破的防线 所以今天来回撤半年线 政府出手干预把它给拉上来 这就对了 这个就对了 这也是一个重生的开始 因为外资在大换股 外资没有的房子会勾票 你就要赏 外资开始布局的标的 那个就是新的开始 你往这方面去找 这样就行了 这样就行了 你如果找不着 我们强胖初级每天 都会跟大家分享 你看这个礼拜的强胖初级 礼拜一的金山殿 礼拜二的中宫 礼拜三的中石化 礼拜四的陶帝 今天是长隆跟看堂 我们来看这几只股票 我不会挖买金啦 我是很挑剔的人 对 你看金山殿 礼拜一分享的时候在这里 礼拜一讲完之后 飙上去创新高 我讲的像在那五十八块 你我六十三块帮你买 但你今天大盘的卖 他蹲下来 可是还是又回到六十块钱 这段也是都会缺的 礼拜二的中宫 你看礼拜二这一天讲中宫 讲完之后连标三天 今天当然有获利一些回土 这个压回来还是可以买 你看外资 昨天大买中宫八千多张 买八千几张 我相信外资看到的点 跟我看的是一样 我们都要看双子星 未来的一个招标过程 如果中共能够拿下来 那后面真的是吃不完啊 台北是相当大的一个商机 那礼拜四 礼拜三我们推荐的是 一三一四的中石化 你看推荐完之后 礼拜三大涨 礼拜四大涨 先后创新高 外资连续三天买中石化 买三万几张 外资看来点应该也是一样 中石化是中宫的大股东 对接下来双子星的案子 也是一个重头戏 那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 2929涛地 对不对 你看昨天分享涛地 大涨大跌 涛地反而涨 今天涨更多 今天来到118.5 外资已经连续三个两星期了 所以说外资在大换股 外资没的股票你要赏 外资在布局的股票 你要注意 这是下一步的主流 涛地 相信整理这么久了 相信整理这么久了 第二季今年一股 赚14块钱的公司 光是前三季就贪了10块钱 一年贪了14块 这股票太热了 这今天才是刚开始而已 我们今天的强棒出局是2603 对不对 长龙 老师没去 没去 没去 对不对 你看大盘在跌的时候 大盘在台盘的时候 他也是没来的 对 大盘在沙盘的时候 他也是没来的 他也是很坏的 那为什么我今天会推荐长龙呢 你看外资昨天 大买长龙 7400张 也大买了2610的华航 买了1万张 外资这里一直在买 一直在买华航 华航今天是涨 可是华航业绩比较差 华航业绩比较差 上半年才赚2毛钱不到而已 长龙今年是大翻身 去年长龙还是赔的哦 去年长龙还是赔1.8 赔了1.2 可是今年大翻身 今年整个毛利率大幅的拉升 从原本去年的负数变成正10% 今年光是前三季 长龙已经赚了快1.9了 所以今年至少2块钱以上 2块钱以上 股价压回一大波 所以外资这里开始布局 进可攻退可守 你要叫他想 没空间想 随时外资继续加码 这支后来百分之会 所以下星期长龙也是重点 今天另外一档2404的汉唐 汉唐昨天外资加码了 昨天外资加码了243张 273张 我跟大家讲过好几天了 国内最大的无城市公司 工程公司 整个底部打完了 七五月的大波打完了 到汉连线站上去了 这都要开始 这都要开始 今天大盘在沙盘的时候 下来多让你叫 他又叫我 他又叫我站在 汉唐随时也要注意 我专门锁定那种底部的基欧股 台本也是 底部 打这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22块站起来就会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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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9优达 当然今天也是被压下来 又无所谓了 外资买了那么多 买这么多 已经买了20几万张 11个分买最多就是优达 这随时因为指标很高了 因为指标高你要让它修正一下 有利于下一波的再攻击 所以友达压回来 12块6 这附近我觉得是不错 每股净值有高达 20块21块钱 群创 13块钱也是不错的机会 每股净值有26块钱 有26块 后来这两支股票 也要特别注意 外资新的一个布局方向 这都是很重要的点 所以操作上 你不用再去追到一些很高的 买底部的基优股 买底部的基优股 跟着连天天脚步 我们到底来 走 我们一起来操作 那今天最后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我们一个月的费用 一起大赚到农利年 这个活动今天最后一天 今天最后一天 我再重复一次 今天最后一天 一个月的费用 大赚到农利年 今天最后一天 还想享用的 务必要在今天 跟我的服务联员联络 我的负战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您操作春丽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也好